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做 Web开发框架Vue.js的教学视频 今天咱们做第三期 今天的主题叫做 条件与循环 就这个地方 好 咱们先看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条件 一个是循环 衣服代表条件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 这不就是条件吗 对吧 循环呢 就是说 如果咱们要是有十个 那咱们呢 就怎么办 这是个循环 我每个都要怎么办 这是循环 咱们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说 这个V减if 这就是说 条件判断式 就是说 根据表达式的真伪 进行页面处理 听起来非常的费解 咱们看一个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这有一个P 我这有一个自然段 HTML的标记 然后呢 跟上一个这个if 就是说 如果这个SEN SEN 这个变量 是真 是true的时候 就显示 这个自然段的内容 如果这个SEN呢 是false 是false 是看不到的时候 那这个P呢 咱们就看不到 就这么简单啊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具体的例子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看这个 for for是什么呢 if呀 它是一个循环 这for呢 它是多个循环 其实if一个就不叫循环了 就是一个表达式 而这个for呢 是循环一个数组 咱们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它呢 是做这个处理数组循环 将数据呢 循环显示到页面上 这里呢 有一个例子 咱们看一下 ol呢 是html里面的列表 然后ri呢 是列表项 熟悉html的朋友呢 自不必多说 咱们看这个v4 这个v4 它里面有一个语句 注意 这个语句 咱们现在看似 像Java脚本的语句 其实 其实它就是Java脚本的语句 其实咱应该这么说 就Java脚本 或者叫做这个编码 分两种 一个是服务器端执行 一个是客户端执行 今天咱们 不是今天了 是咱们这次view的 .js的框架 这些个语句 全都是客户端的 Java脚本语句 但是你说这个 能不能服务器端渲染 完全没问题 咱们后面的课程呢 会讲到 那咱们先看这for 这个for呢 它是循环一个games 大家看 知道英语的朋友知道啊 这一家私 就是说复数啊 就是games 我在这个所有的游戏当中 我挑出一个游戏 然后呢 把这个游戏的标题 打印到页面上 这就是这段语句的 处理的这个结果啊 就是我有多个游戏 那么把所有的游戏的标题 都打印到咱们的 外卫页面上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一个综合的例子啊 首先 DNA自不必说 这个呢 是view这个对象要处理的 HTML的标记 然后跟一个ID 这个ID呢 和下面咱们这个view对象的 条件表达式 这叫做选择表达式的ID呢 应该是一样 这是一匹配 大家注意 然后咱们接下来 咱们这个代码 首先是一个H3游戏列表 就是说 咱们这个页面 要显示一个什么 游戏列表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这写了一个什么吧 我偷偷写一个 就是2017年最新发卖 那这个游戏是不是2017年 我不知道啊 那怎么办 我在这设一个变量 当这个变量为真的时候 就显示这个语句 2017年最新发卖 如果这个变量是false 是假的时候 咱根本这什么都不显示啊 这就是咱们的效果啊 所以呢 我把要显示的 这个最新发卖的 这个文本放在这 但是显不显示呢 我通过这个渣瓦脚本的变量 去控制它 咱们下面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的view对象 然后呢 这是条件 这是选择表达式 这个没有问题 大家看这个sine 这个sine呢 在咱们这个数据区域里面 已经定义好了 目前的是ture 也就是说 这个2017最新发卖呢 会被显示出来 一会咱们看例子 看是不是真的会显示出来啊 接下来是咱们的这个游戏列表 这是ol嘛 这是无序列表 然后呢 这是ri是每一项 然后大家请看 刚才咱们讲的v4 在这个地方呢 循环每一个游戏 那显示什么呢 注意看 这是游戏对象吗 这游戏对象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游戏的标题 一个是价格 就是卖多少钱啊 你不能说光显示标题啊 你显示 我卖多少钱 我买得起买不起啊 我得知道价格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显示游戏的标题和价格 你说我能够显示一个发卖日 完全没问题啊 不过这次呢 咱们为了简单啊 咱们光显示价格啊 好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games 是个什么东西 很简单 这不到这写着了吗 在数据这个 在数据属性里面 有一个games 注意 这是一个数族属性 大家注意看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可不是大括号 就是中括号 这个可不能看错啊 中括号 中括号代表什么 代表数族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数族里面 大家注意看 有三个元素 然后每个元素里面呢 各有两个属性 比如说这第一行 这个叫什么 这个游戏呢 这个游戏名字叫做 勇者斗恶龙 卖多少钱 400 不便宜 勇者斗恶龙是有情怀的啊 玩20年的朋友都有啊 好 接下来 超级马里奥 这是一款游戏 比如说今年要出这个 超级马里奥 奥德赛 对吧 卖多少钱 380 也不便宜 新游戏嘛 对吧 接下来我的世界 这是风靡全世界经典的啊 不管是中国 美国 日本 到处都在流行 卖多少钱 还便宜 99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数组啊 就是说 我想在页面上显示 这三个游戏的内容 好 那咱们 就是这个呢 就是今天咱们的代码的综合的例子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例子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看看是什么结果 然后呢 我这边有一个HTML的模板 这模板 大家注意看 这行 其他的差不多啊 其他的无所谓 这行很重要 这行就是说 咱们这个页面 是可以用到Vue.js 是Vue的这么一个页面 这行呢 一定要加 不加的话 咱们下面加多少代码 都不会被执行 好 那咱们回到Redmi 然后咱们把刚才 咱们这个综合力的代码段 咱们考过 哎 哎 哎 稍等啊 这是他这个 brokes新功能啊 咱重考啊 对了 说到这个 文本编辑器啊 我上一期用的是一个微软的Vue.js studio 这期呢 我为什么没用呢 速度太慢 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Vue.js studio 在我的这个虚拟机中运行的太慢 这是后话 咱不说 咱回头 咱们先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例子啊 我考完之后 然后呢 咱们整 把这个代码整理一下 按Ctrl Shift加L 大家注意看 我这整理的也不是特别好啊 好 这是刚才我给大家一行一行讲过的代码 咱们今天呢 实际运行一下 看看出来什么结果 好 不对啊 稍等啊 嗯 课13 index 大家请看 首先是游戏列表 这是咱们的页面主标题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没有加任何的条件表达式 所以呢 它就原封不断的显示在页面上 接下来是2017最新发卖 为什么显示这个 注意看 因为咱们这个Syn呢 这个变量 注意看 是个 是个true啊 咱们现在呢 把它变成false 咱们看看它是不是还能显示 如果不能显示就对了啊 如果能显示 那我得查一下 我代码哪错了啊 好 现在是false啊 咱们再看一下 我现在更新页面 好 大家请看 刚才那个最新的发卖 已经显示不出来了啊 不但显示不出来 大家注意看 嗯 如果有懂行的朋友知道啊 这个不但说文字不显示 连这个P标记 就这个P 不是P啊 是DNV的标记 都不在这个DOOM中 这个是大家请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啊 它是VisorDOOM 哦 我在这个地方敲一下 它是虚拟的 换句话说 如果咱们这个变量 为Full的时候 它根本不加载到 咱们页面中的动数上去 所以说 可能听不懂的朋友 没有关系啊 咱们今后会继续讲解 您就记住 这个渲染 相当于伏伏期端渲染 就说这个变量 如果是假的时候 这个标记 根本都不会出现在页面当中 咱们这样记住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咱们看今天重头戏啊 游戏 游戏的一个循环 非常简单 大家请看画面啊 第一 是游戏的标题 卖多少钱 然后中间呢 以一个这个 叫什么 slash slash 应该翻译成 斜线表示 这样咱们表示出来了三个 就这个地方 非常的简单 咱们循环这个game数组 然后呢 显示标题和价格 看起来呢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呢 如果是有这个 Java脚本基础 和HTML脚本基础的朋友呢 看到这样写的 这样的写法呢 会觉得啊 原来咱们外部页面 可以这样的编辑 非常的方便 然后有朋友可能会问 他说你这个games 这个数组 你在这个地方都定义出来 那我们在工作中 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数据 定义在页面中 对不对 这没关系啊 这个您别着急 这个数组吧 今后咱们会在页面装载时 咱们从服务器端取得 换句话说 这个数据部分啊 咱们几乎都是从画面 不是从画面啊 从数据库中 从这个服务器端取得 然后再显示在画面当中 请不要着急 咱们呢 一口呢 不吃个胖子 咱们慢慢吃 好吧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开源中国上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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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